长眼到鱼儿离不开水 但是万事都有例外 比如非洲废鱼能够三年不吃不喝 再比如飞鱼最远可以飞行四百多米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会过马路的鱼 它就是鲑鱼 鲑鱼是一种素和回游性鱼类 在每年的特定时间 经常可以看到大批鲑鱼过马路的器官 每当繁衍季节来临 鲑鱼都要从下游奋力向上游回溯 它们日夜兼程 每昼夜可以前进30到50公里 回溯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各种艰难险阻 有时候会遇到浅滩峡谷 有时候会遇到激流瀑布 更有甚者 有时候鲑鱼还要穿越马路 马路的地表上只有很浅的一层水 想要穿过马路 鲑鱼只有奋力的拍打水面 鲑鱼穿行的时候 偶尔还会遇到过往的汽车 这毫无疑问 会大大增加危险指出 有的时候鲑鱼有可能会被水流冲回去 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鲑鱼产卵的决心 成群结队的鲑鱼会在水面上集体穿梭 场面十分壮观 随着人类科学以及技术的发展 人类对环境影响也越来越大 为了维持环境平衡 人类有时候会有一些需要回溯的鱼儿 修建鱼梯 鱼梯就是一种帮助鱼儿回溯的人工建筑 人们在河水吸水中 设置蓝沙坝或者水坝 会造成很大的水位差 即使鱼儿再拼命也很难游过去 于是人们会在河川中 设置一些连续性的阶梯式水槽 鱼梯不仅可以将水流分隔开 还可以为鱼儿提供休息时间 有了这些水槽 鱼儿就可以一梯一梯奋力向上游 最终回到产卵地方 不过即使修建了鱼梯 也不能保证鲑鱼百分百通过 话要说回来 在没有鱼梯的地方 如果遇到障碍 鲑鱼只能凭借自己的力气奋力前行了 动物们就是这样 为了繁衍下一代 任何艰难都能克服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 更加有意思的视频